刚刚把袋子挂完 人力挂袋子 在挂 挂不了多久 顶多十天半哪月 因为要卖牛了 现在粉丝朋友们最关心的事 无非就是我们家牛 有没有订出去 多少钱订的 跟大家聊一聊 昨天有人来过我们家 看过我们家的牛 然后挑肥减兽 经纪人嘛 牛饭的嘛 经纪是要挑一点毛病 压压价格的 然后即使到这样 最终他也没有给我合适的价格 然后我们也算是没有谈成 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 信仪上来讲的话 现在经纪人是缺牛的 就是前段时间大量的抛售牛 现在纯兰的牛并不多 能够卖的牛也不多 然后他们是想买我们的牛 但又想压价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得再等一等 这个就是卖牛人跟买牛人中间的博弈 我们家的牛现在有一点优势就是没有生病 没有瘸腿 还能吃能喝 一切照旧 我们还有继续养的空间 在这个价格每天都上涨的情况下 我们还有退路 我们可以接着等 接着等价格更好一点 我们已经从亏钱慢慢的期盼 期盼到现在宝本 然后再等一等 或许我们还能小赚一点 我们家的牛从晋兰到现在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关注着 然后有几头是在本地抓的 就是像我面前的这种 他说我面前的这个牛基本上也就在1400斤左右 就是说他没有外地的牛压秤压的那么厉害 我相信他这个牛压不压秤根据身上的肉来决定 而不是身上有没有花片 是什么颜色来决定的 这牛多钱卖啊 我说这牛多少钱卖啊 市场价呗 人家多钱咱多钱呗 咱这牛也不比别人多个眼睛 也不比别人多个多挑蹄子 你要是往前说5天之前给你13你卖我卖 看就是那咋说呢 还得看看就是本钱 看咱俩赔多少 5天之前13就卖了 你不卖啊 要5天之间13我都卖 人都卖13你多少呀 你现在涨价了呀 那不是5天之后了吗 那我觉得再养再养一个星期 养到20号 正好咱们家牛13个月 然后也赶在端午节以前 对 就把它订出去 就是多少钱咱俩都认 行 听你的 这有魄力干大事的人 有啥魄力呀 前段时间上火不知道是谁 昨天我老丈人他们告诉我们 辽中现在已经有13块7毛5订牛的了 但是真假未知啊 但是13块3毛5 13块5是肯定有的 然后听说有一家 是昨天直播的时候吧 有一家养殖户人家190头牛 质量也挺好的 人家要价14 少14不卖 所以这个价格每天都有新变动 今天跟昨天肯定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还能再等一等 这个吊价吊得快 涨价涨的其实也还行 从最初的十二十一块多到十二 然后到现在已经十三块多了 也就短短的十天左右 还可以 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你说咱俩有没有必要把这几头牛再撑一下 淋出来了 有没有必要 其实我觉得有必要 但是我担忧两点 第一个我怕牛大了 然后你拽不住不安全 然后如果要是说是给它撑撑了 这个小点的就没啥必要了 二号和五号就别撑了 撑几个大的 我觉得就是淋出来了 应该总结一下 这每头牛每个月平均涨多少斤 现在已经这个数据 就中间虽然断了几个月 但这个数据还是有意义 我觉得 中间断了个四月 断了个五月 然后这马上也就快到六月了 不行咱们得就下午两点 还是空腹上秤 然后不行给这几个 给它撑一下 行 但是我就担心你拽不住它 没事没事 那个人多点 咱爸一个家的问题不大 撑一下 都养一年了 也撑一撑 看看它都多大刺了 我现在就极度好奇 这个一号现在多扯了 三百多斤来的养十三个月 能有多沉 一千四百多斤 过几天撑一下 哎呀我的牛儿们 前几天是 吃一天赔一天 这两天是吃一天能赚一天 还是有希望的 各位 咱们一起努力这一年没白费 嘿嘿 起码不让我赔钱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铁牛 这个小铁牛 十之八九是要被甩下来了 就是上不了车 太瘦了 这个我们可能在本地的图在场搞一下 还是瘦 好了朋友们 我知道各位朋友们都一直关心我们这批牛是钻石培 关注我们的牛的卖价 然后我们如果订牛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发视频通知给各位的 大家稍微五照 上eries